身上有痣 看起来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没想到她的潜在危险那妖可怕 托字小红书 非当事人 最近吴女士脚底部长得痣不断变大 联想到曾经看过电影《非诚勿扰》中 孙红雷扮演的李香山 脚上一颗小黑痣 色素痣 竟成了她生命的终结者 吴女士担心害怕之余去医院就诊 经检查诊断为皮内型色素质 是一种皮肤良性病变 随即行边界扩大2毫米皮肤全层切除缝合 可能以后还会留下很轻微的斑痕 据北京游艺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侯俊杰博士介绍 色素质属于黑色素细胞的良性肿瘤 位于真皮浅布 是表皮 真皮内黑色素细胞增多引起的皮肤表现 色素质真的会恶变吗? 回答是肯定会 但发生的几率很小 统计资料显示 恶性黑色素流发病率仅占皮肤恶性肿瘤的5%左右 但却构成其死亡率的75% 但色素质恶变的概率绝对远远低于5% 不同年龄的人均可发生色素质 儿童少见 但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增多 色素质医治细胞在皮肤的层次分为三类 交界质、皮内质、混合质、色素质是手术切除好 还是激光治疗好 何博士说 一般来讲色素质直径少于3毫米 颜色浅 可以考虑激光治疗 色素质直径大于3毫米 颜色深 建议手术切除 整形美容外科强调色素质完全切除的同时 也非常强调切口的修复 术后切口不留真眼 小面积色素质切除几乎不遗留斑痕 需要美容者建议到整形美容外科着诊 凡是怀疑有恶变可能的色素质 首选手术切除并请病理检查 千万不能选择激光治疗 激光的刺激可能促进癌细胞转移或扩散 直径较大的色素质 其轻疾皮肤的深度可达真皮深层 如果选择激光治疗 彻底去除色素质的结果必然是遗留坑胀斑痕 俗称流坑 这种坑胀斑痕会比手术切除遗留线状斑痕更明显 色素质出现以下情况要治疗 色素质短时间内生长变大 色素质颜色发生明显变化 或者同一个色素质表面的颜色不均匀 颜色不发生臊痒疼疼痛 色素质发炎破溃出血 经久不遇色素质旁边出现卫星撞小质 易摩擦部位如腰部足底手掌会应取等 对于长在身体特别是易受摩擦刺激或损伤部位 如脚底面部手掌等的黑质要引起重视 注意观察 平时不要去摩擦 刺激黑质 一旦发现异常要去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脚上有一颗黑质 会是黑色素质吗 图字小红书 非当事人 恶性黑色素质 简称恶黑 是皮肤炎的一种 它是由黑质或黑斑恶变产生的 但并非黑质就是恶性黑色素质 需要分辨恶性黑色素质 简称恶黑 是皮肤炎的一种 它是由黑质或黑斑恶变产生的 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炎 因为它的癌细胞可以通过 淋巴结和血液转移到人体的任何部位 恶性黑色素质 和人体先前存在的结构不良质 遗传因素 内分泌因素 免疫缺陷 免疫低下等因素有关 但黑质恶变最危险的因素是紫外线的照射 西方人喜欢晒太阳 喜欢阳光浴 甚至裸晒 所以他们的皮肤炎高发 恶黑也高发 美国总统里根 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 也曾经患皮肤炎并治疗过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离赤道进 紫外线很厉害 而居民都是白色人种 不抗晒 所以恶黑发病率全世界第一 恶黑还和慢性长期的摩擦有关系 中国人的恶黑好发于足底部位 重流医院收治的近千利恶黑中 近40.6%位于足底受摩擦部位 还有就是领口 酷腰 手指甲床下等长期受压的部位 恶黑是一种很凶险的恶性肿瘤 它属于皮肤炎 但死亡率却是一般皮肤炎的三倍 不过 如果能够早期发现 正确治疗 还是可以治愈的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早期的恶黑五年生存率81.6% 十年生存73.5% 效果还是很好的 如何鉴别黑质和黑色素瘤 首先看形态是不是有改变 黑质突然变大了 直径大于5毫米就要当心了 第二是质的颜色有没有改变 颜色加深了变杂了 中中带黑或黑中带红 那就不太妙了 第三是原来没有感觉的质 现在有阳有刺痛的感觉了 就要提高警惕了 第四是质的边缘不规整了 甚至溃破了 出解了 记得要赶紧去看医生 如果黑质的附近淋巴结出现重大 甚至在质的周围出现很多小黑点 医学上叫卫星节节 那麻烦可能就比较大了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把鉴别二黑简明的归纳为四个方法 取其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构成 ABCD法 A. Asymmetry 是不对称 加一颗黑纸从当中画一条线 质的两边不对称 B. Bada 是边缘不整齐 成具齿状改变 C. C. C.